其實警察這樣做其實是想視水溫 看看在場的佔領者和留守者是會用什麼反應去對抗或回應 但我們重新說其實在場的留守者現在都很有手秩序 是去到警察面前坐下甚至搬到他們的帳房去警察面前 還是搬一些鐵馬水馬其實都繼續堅持非暴力的原則 絕對我們不會突然拿鐵馬去衝向警方方向撞警方 這些攻擊警方的行為不是我們佔領者是樂見 因為我們常常都會強調公民抗命本身是一個和平非暴力的原則之下進行 經過金鐘道一些留守者他們的一個會議的開會討論 他們共識在場的佔領者他們就認為 只要警方和政府在星期二的下午五點之前 是能夠回應是願意開放公民廣場的話 其實他們是會撤離金鐘道去拆回路障